继续今晚的10点不一样精选 再来看的是国际焦点 以色列人职的救援没有新的进度 而周一又有大批的家属闯入国会抗议 连以色列总理官邸外都出现了世卫人潮 不过美国新闻网站就报道 以色列的态度松动 透过卡达跟埃及在斡旋 提议最长休战两个月 加萨城市巷战 以色列士兵在烟雾弹掩护下快速穿梭 现场枪炮声四起 以军证实正在这里展开主要战斗 过程中又发现一个垂直往下的地道 以军先前也是在南部大城 发现关押人质的地道 构造和CNN记者采访过得差不多 都是暗无天日又湿又热 对于以色列政府至今无法救出更多人 家属气急败坏 指导国会抗议 不满意色列总理 都出现抗议人潮 现在不只人质家属快气风 以色列北部的居民也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因为不远处的黎巴嫩真主岛还是虎视眈眈 随时射来炮弹 当地一处养鸡场就曾因为猛烈炮击感受剧烈晃动 担心冲突若再扩大将冲击养鸡场的生意 这个用肉眼就能看到黎巴嫩的以色列小镇 市长甚至收过真主党的威胁简讯 除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 整个中东都因为以哈战争感受紧张 驻中东的美军累计预袭次数超过140次 夜门叛军还嚣张在红海作乱 最新宣称袭击了一艘美国军用货船 结果中美军打脸表示 人与该骚货船保持联系 不过美军也不打算轻轻放过 22号在与英国联手对夜门叛军展开第八字打击 同时加码制裁哈马斯和其他暗住伊朗组织的团体 伊哈战争打了三个多月 传出以色列终于态度松动 提议停火两个月换取释放所有人质 其余妥协项目还可能包含准许哈马斯高层离开加萨 然而同一时间前线的乙军却传来坏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过去24小时有21名乙军阵亡 这也是乙军地面行动以来 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跟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周二传出遭到俄罗斯发射41枚的飞弹轰炸 乌军只拦截下了其中一半 所以这波攻击也造成了至少4死60多伤 而乌东阿富迪夫卡还有巴赫姆特 以及利曼地区也持续陷入激烈拉锯战 当乌军无人机一起飞 就代表又有俄军要到大美 我给他准备了几个小时 彰 positioned上м có23 пу audience 但在乌东阿富迪夫卡的 乌军第四十七疾西洋发现 二军uela尽快取得战贮 进不算用自家免 众医簽 Завдання таких копачів – добігти під позиції українських солдатів і сховатися. Завдання цієї групи – вже йти на штурм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позицій. У нас буває так, що за день по 12-14 прильотів кабіл приходить. Завдання цієї групи – це не можливост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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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усська – це не можливості. 面对近期请求军援不顺的乌克兰则迎来一丝希望 新上任的波兰总理图斯克来访基辅 承诺将力挺乌克兰对抗二势力 并且同意尽快禁止波兰与乌克兰 因为股物贸易造成的摩擦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甚至宣布一项草案 要让协助对抗二军的外籍志愿兵获得乌克兰国籍 有意借此征召更多兵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